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跟大家揭露一個小工具 這個小工具呢 來,你來 這個小工具呢,就是翻拍架 這個翻拍架的用途呢 我覺得蠻好用的 譬如說我平常自己錄影的時候啊 我就把手機架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放在 不管什麼地方 譬如說右側45度角 或是放在我的正前方 或是左側45度角 那另外呢 如果我要拍攝書籍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頭轉下來 嘿弟弟 我先錄好好不好 然後呢 譬如說這本書 我要翻拍這本書 我就把它放在桌上 那這樣就可以拍 翻拍這個書籍 那我可以一邊講解書籍的內容 然後一邊拍攝這個書籍的裡面的內容 那我可以這樣子 我可以這樣子講 然後一邊錄這個書籍的內容 那所以 如果你要自己錄影的話 又覺得一般的那個相機非常麻煩的時候 那我就很建議你 你只要去網路上搜尋 翻拍價 這個翻拍價 大概300多塊錢就有了 那可以幫助你做影片行銷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今天跟大家說拜拜 來 拜拜 拜託